尽管我早就入手了PS版 但还是冲着这次四代式正传故事的完结 且此回去版包含了全部DLC内容 买盘实体卡带就当是为了纪念吧 不过这次移植的表现相当不错 特别是当一口气打通了故事模式 看着最后片尾一到四代的一幕幕经典画面 这游戏真的买值了 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漫改游戏一直是一个很微妙的类型 以手握着大把知名系列版权的财团币为代表 每年花样百出 各种类型都能给你来点的作品质量是飘忽不定 运气好的时候能见到龙珠豆豉类这种还原度 演出效果和对战系统设计都是上层水平的加作 反过来预算有限和制作组不给力造成的巨坑就更多了 作为从小看着热血动漫玩着日系游戏长大的我来说 给力不给力的玩多了也慢慢积累了经验 自己喜欢的IP甭管你什么玩法 只要还原度够高演出片段多 剧情或是登场人物量大管保 游戏性再有个中等偏上水准就算这作品够有诚意了 而这其中就必须提嘴火影忍者究极风暴系列 主打三迪格的玩法究极风暴 要是单论系统和平衡性的设计 和正儿八经的格斗游戏肯定没法比 但在漫改同类型中已经算是相当出色 而且该系列在企划和制作上 对于针对的玩家市场人群有很明确的主打点 无论是可操作角色的人数 大破地的必杀特写 还是剧情模式中的流程设计和演出 都能让喜爱火影的朋友玩个爽快也看个过瘾 早在动画还没结束前 究极风暴就已经在16年发售系列第四部作为完结 并在之后陆续更新了冒险模式中的录玩片 《我爱螺片》《英知人者》四人组 以及由剧场版为基础的《博人传》等DLC 算是为究极风暴系列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此前系列的一到三代都已经登陆了Switch版 虽然年代有些久远 但毕竟究极风暴的质量和口碑不错 且操作方式对Galcon也算是相对友好 喜欢原作的朋友不少都入手实体合体收藏 或是单独的三代仪式 经典是经典 打的也依旧很爽 但无论主掌机模式下的分辨率 人物与场景材质等细节上的遗旨表现 都只能说是一般 还是给火影爱好者们留下了不少的遗憾 终于在相隔两年后 Switch版究极风暴4正式发售 包含了迄今全部DLC内容 实体版分辨除了原版插画外 新时代的一众人物们占据的主要位置 还特意加上了博人传的副标题 包装背后用醒目字体标明了本作的完结篇地位 除故事模式外 还有剧场版的博人传 以及收入了包含大统一族角色和11名人物的新时代服装 共124人可选对战模式 游戏可在线或本地两人对战 支持繁体中文 Switch版包含了故事冒险博人传 揭开序章 从名人打破戴桶的面具开始 横跨了毁天灭地的第四次忍戒大战 制作团队在剧情演绎这一部分 还是下了不少功夫 不但大量还原了原作中的经典桥段 正好第四次忍战场面也足够宏大 让人热血沸腾的对决更是数不胜数 不过有一所以 四代上手近似于PPT播片一样的过场动画 其实是让我有点不爽的 好像随着流程越来越深入 过场部分无论是演出 氛围渲染还是节奏感都开始渐入佳境 而本作在移植水准的表现上 也算是可圈可点 究竟风貌4相比所有机版前三代 无论主掌机模式 在分辨率及流畅度稳定性上 都有不小的增强 对比PS版在细节和特效上 实际差别并不太明显 而所有机版考虑到掌机模式的显示 字体甚至更大了点 看起来也更加方便 游戏中通过充满魄力的镜头运用 和激烈演出中穿插了爽快QTE 还冷不防给你一个经典回忆杀 而随着剧情发展 在气氛渲染正激烈时加入的战斗 让玩家正好能宣泄情感 有两章还采用了阳之道和阴之道 从不同视角分别推动情节的手法 玩家的参与和体验成绩感更强 这里不得不提嘴 虽然四代正传的故事模式内容并不算很长 我一口气打通只用了不到十个小时 但游戏作为载体和动漫原作相比 节奏上的优势也正体现在这里 特别是四代将探索环节单独放在了冒险模式 原本故事已经到了后期介入高潮 除其四段预告篇章 30个章节绝不拖泥带水 该叙事的时候叙事 该回忆的时候回忆 该热血的时候热血 该打的时候就是要占个痛快 多场战斗都提供了小组出战的方式 能让玩家在一局中体验不同的角色 且各种支援攻击 团队必杀等名书 也让场面更加的激烈 另外流程中除了标准战斗 制作团队还根据剧情发展穿插的群战 大型化和空战环节 八门阿凯队班的经典一战中 爆燃的演出刻画就不用说了 游戏中甚至还特意安排了开门后 不同的打击特效与手感 而几场宿命之战 特别是最后的明左对决中 玩家操作部分会和回忆场景无缝切换 原作爱好者玩到这里 相信绝对是一本满足 气氛渲染出色的过场动画 将上战斗中大量的华丽演出 配合原作后期一群神仙打架 出手动不动就世界和平的夸张视觉效果 就别提有多爽了 还有必杀终结石的特写画面 特别是我这种时隔多年后 在游戏中重新回顾这些熟悉的对白和情节桥段 以前的很多槽点都已不重要 越玩到后面越脑中全都是被唤醒的热血中二 当结局慢慢播放的一到四代的画面片段时 剩下的只有感动 而冒险模式正和之前一样 采用了在区域场景下探索结合战斗的玩法 并设定在剧情模式的时间线之后 相比起憨烫淋漓的剧情模式步伐 这里就会显得略有点平淡了 虽然冒险模式中的各个场景倒横经典 上手也还有些新奇感 另外部分情节的设计也算是补完了正传 但毕竟主线太短 探索的自由度和内容的丰富性都比较有限 且包括博人传在内 这个模式下还会存在调增和场景切换时 加载卡顿的情况 不过冒险模式中 玩家可以收集散落在各个区域的回忆碎片 虽然没有动画演出 但每个碎片都有着相关的剧情介绍 并会随即展开相关的战斗 其然火影的朋友 可以在这个模式体验下日常环节 并重温一幕幕系列之前的经典对战 另外模式中的收集元素也很多 算是多少增加了本作的耐玩性 博人传的游玩方式和冒险模式一样 只是基于剧场版的主线情节会更加明确 并加入不少演出桥段 剧情暂且不提 两代人间的各种互动和情感描写 以及看到这些陪伴了我们一路成长的少年们 现在也扮演起新的人生角色 在档起回场正传剧情过后 倒也别有一番感动 对战部分除了自由战斗和练习外 设置了生存赛 锦标赛和联盟赛等玩法 加上历代最多的124名参战角色 光欣赏一遍自己喜爱人物的招式动作和必杀技特写 就能花上不少时间 不过归根到底 究极风暴4仍旧是款与原作受众为基础的慢改作品 游戏设计的侧重点不同 就像龙珠斗士队的对战系统和演出都不错 但剧情模式几乎等于没有 而究极风暴则把制作重心放在了剧情和登场角色 以及招式的爽快感上 慢改游戏的上手门槛原本就大多不高 而人物越多也就等于越难保证对战的平衡性 系统也越不容易做得复杂 并且究极风暴这种3D场景和传统的横板对战游戏不能一概而论 但制作团队还是用一上手的操作和华丽的演出 先保证了玩家的爽快感 这围绕着对战双方对距离感的把握 基于大量人物的各种动作 连段和必杀技的熟练度 替身道具和队友援护的使用时机等等元素 设计了许多机制 其实在战斗上能深入练习的内容也有不少 另外国行版玩家需留意 本作的连击对战步伐目前无法体验 而游戏的完整内容都已包含在卡带中 无需登录 e-shop 楼外下载 所有曲版究极风貌似因为刚发售 价格目前会高于其他的版本 但游戏本身的数值原作民们当然不能错过 而如果你想入手一份包含四代全部内容实体卡带收藏 如果你想能带在身边和同好朋友们随时切磋两把 甚至没看过火影的朋友 想通过游戏爽一遍剧情和体验下华丽的对战 这款游戏都值得一试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最后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别忘了点个赞或者收藏 我们下期见 拜拜